传统故事晋学堂之司马光杂纲 经典历史故事是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如何吸引孩子对历史故事的兴趣 增进孩子对历史故事的理解 一直是晋学堂努力探索的重要课题 上周传统文化课 龚老师将司马光杂纲的故事带进了课堂 老师从故事的名称开始解释 根据故事的画面提出问题 接着绘声绘色地读故事 请学生思考并回答问题 再通过精选的视频加深学生的理解 最后通过角色扮演 把孩子带入当时特定的情景 让孩子身临其境感同身受 一连串涉及巧妙的教学活动 调动了孩子的学习热情 使他们充分理解故事的内涵 通过故事滋养了孩子的人爱之心 启迪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这样的文化课不香吗 记学堂火热朝生中 快来试听体验吧